借着昨晚从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武汉市计划在江汉区 武昌区 东西湖区建设方舱医院 用于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据了解这三家方舱医院位于红山体育馆 武汉客厅以及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这其中的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将改造成为一千张床位的方舱医院